新巨洋曲昌 歡迎回到命運設計系 各位同學又帶來我們農曆 6月份的12生肖運勢啦 這個月比較特別 他會說老師為什麼只有講新 沒有講下一個天干呢 是因為剛剛好這一次的農曆6月初一 跟節氣交換的時間是一樣的 所以天干剛好就換到了天干裡面 所以整個農曆6月 恰恰好就掐在新的天干上面 那我們一樣回來來看新巨洋曲昌 我們先來看巨門星畫路 其實對於向巨門星做命的老師 我是特別開心的 因為巨門星畫路意味著耳鼻喉很好 所以就是說話很不錯 聽變得很好 鼻子聞得很開心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今年是假年 假年是太陽星畫季 所以太陽能量出問題 可是我們都知道 巨門星是受到太陽的影響 非常大的 因為巨門本身是沒有亮度的 是由太陽提供它亮度 但是在這個星月的時候 巨門星畫路了 意味著自己有了一個正向的能量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很注意一點 因為在指揮左術裡面 常用一個叫引動的邏輯 如果一個星象現在呈現一個負面的狀態 它不要被關注到 或它不要被影響到的時候 甚至不要變急 可能傷害都不會發生 因為它可能就被忽略了 但是因為星天干讓巨門星畫路了 畫路時這個巨門星的問題 可能就會被放大 所以巨門的負面現象 也會在這個月表露出來有一些狀況 正面情況我們來看 巨門星代表的就是耳鼻喉的產業會非常好 耳鼻喉產業有哪些耳朵可能跟聽覺的 就音樂會演唱會或是耳機等等的 那嗅覺就是香水嘛對不對 香氛嘛 這都是屬於本來就是鼻子裡面所主管的 最後就是說話巨門星的主要特質 包含吃喝 包含牙齒 包含唱歌 這種跟喉嚨有關的 其實也都是巨門星比較有關的 會比較激勵 除了人體本身的這幾個器官的影響之外 巨能星一般也代表通道 也代表管道 因為它是一個溝通的邏輯 所以我們會知道河道的運輸 可能會有一些事件發生 或者是陸地運輸跟管道有關的 一般跟管道有關是什麼 像捷運這種就是比較像管道裡面的 包含自來水的運管 水管 都代表著會有事件發生 相關的產業會有好的一個發展 那第二個信心叫太陽星化權 太陽星化季如果在這個月化權 意味著它的能量被高度的重視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能源上面的管制 或者是說海外事件的管制 或者是說媒體上面的管制 甚至是父權產生一些問題 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底層太陽星是化季的 所以它更多是這些東西產生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太陽也代表視覺 所以視覺的管制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文取星化科 文取星本身掌管思考溝通 但是思考本身更多是情緒性的浪漫 文取星代表的溝通更多是彼此的承諾 因為文取星當它不好的時候 可能會變成言語的詐騙 爽約跟誤會 文取星比較好的時候代表可以議會 所以文取星代表是藝術 藝術這種東西就是一個議會的東西 所以文取星也代表某些 專業技術和專業表演者 他們會出頭 所以是某些技藝重新被肯定了 一般來說也代表非傳統學科 在這個月會有很好的發展 什麼叫傳統學科 就是古代科舉考的 中文 古文 政治有關的 社會 歷史 地理 這種就是傳統學科 那非傳統學科 一般是跟老外比較有關的 像英文 物理 化學 這種西方比較突出的這種方向 就是於非傳統學科 但跳舞彈鋼琴肯定都是 文昌星 化劑本身代表的是文字的詐騙 合約出錯 如果文昌星在今年特別要注意一些 是跟離婚合約有關 因為今年是連真化錄 代表有情人終成眷屬 那你知道在婚姻裡面 很多已經是無情人了 他們要換成有情人 所以文昌化劑往往也有這種 離婚在跟對的人在一起的一種現象 這也是文昌化劑 那要特別特別注意是 文昌化劑一般也跟腦神經有關 所以也可能會有腦神經相關的疾病 會造成一些人在情緒上面 或精神上面的不穩定 可能會造成一些社會的動盪不安 那文昌星本身也組肺 所以肺的狀況和流行病的狀況 也要比較注意 就是跟肺有關的疾病 以上就是我們講的這4顆星星 主要的類型 可是每一次老師我都會把 極力的星星跟畫劑粘在一起看 那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負面社會新聞 可是很多人說 老師那正面的社會新聞 怎麼不講一下 不是一般來說 正面的事情都很少上新聞 我們看到新聞都是負面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這個聚文星 如果跟文昌星合在一起 聚文星一般來說 跟口頭的溝通有關 所以可能是一些說話上面的 口頭型的詐騙 結合了文字型的詐騙的 新型詐騙會出現 最近我看到一種詐騙 是唱片公司的版權 那你看唱片就跟嘴巴有關 文昌就跟文件有關 這樣子也是一種詐騙的狀態 甚至聚文星也代表 吃喝跟通路上面的 合約的詐騙 所以可能會有通路的 百貨公司的商場的 或賣東西的合約糾紛 會鬧得很大 第二個是太陽星跟文昌星 一起畫機會怎麼樣呢 代表海外的一些合約的問題 和我們知道一些政府高官 和名人 很有權力的名人會被告 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瑕疵 都是因為文昌星畫記 加太陽的結果 第三個是文曲畫科跟文昌畫記 意味著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表演者 或是一些運動員 或是一些比較有專業技術的人 可能會因為某些文件無法比賽 或是因為某些文件而被詐騙 甚至是有一些文字上面的誤會 就明明海報上寫的是A 但最後沒有實現 原因是因為它的技術有表現 可是它在文字上寫錯了 這也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每一次的生肖開始 是根據那個月的地支 這個月是新畏月 所以我們就會從畏地支開始 是屬羊的 所以我們要從屬羊開始 首先我們要恭喜屬羊的同學 在一路上非常之倒楣的運勢 你終於在這個月開始翻身了 最近屬羊的同學真的是倒楣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兒子屬羊 然後我兒子跟我抱怨過說 為什麼不帶他去拜拜 然後我說因為你要上學 他說你可以提早接我去拜拜 我最近很倒楣 所以你看連我兒子8歲孩子 都覺得自己很衰的時候 你知道有多衰了 但是不用擔心 農曆六月屬羊的同學 運氣要非常大的好轉 原因是因為農曆六月 這個羊的同學是五曲貪狼 坐在命宮 三方四正裡面三齊家會 非常激勵 科入拳都有 有名有錢有權利 同時間它這個結構裡面 還是天月結合天葵 坐貴相貴 代表說它會過得非常爽 而且很多貴人的幫忙 而且會有非常多很風光的表現 福氣宮裡面是天府心加右臂 三方四正也是左府右臂都進來 可是有個文昌心 但有個天喜心 因為在感情上怎麼樣 你會有很多朋友 介紹很多對象給你 甚至是有這個女生的朋友 介紹對象給你 但也有可能直接就是一個女生 進入到你的感情之中 那因為這個天府心 對面有一個紅蘭心 它是天喜跟紅蘭的對坐 那意味著呢 這個愛情的角度呢 比較像是你們彼此覺得很聊得來 可是呢 可能不一定那麼適合結婚 會思考這個對象 可能不是一個適合結婚的對象 原因是因為你的千宜宮 有一個文昌心畫季 這是在夫妻宮的千宜宮 會有一個文昌心畫季 這個畫季射到了夫妻宮 所以代表他可能不是那麼適合結婚 而三方四正裡面有火星跟靈星 意味著來得非常的突然 所以是有一個閃電曖昧的一個跡象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你的這個財博宮 連針破君心裡面有路非常好 三方四正裡面呢 有一個文昌畫科 意味著會容易會讀書啊 文件啊破財 但不用擔心 因為你本身連破都有這個路的一個效果 加上文曲 所以你本身是有收入的 而且是有一些意外的收入 但是呢 因為裡面又有情陽心 所以代表這個錢呢 本身怎麼樣 有賺進來 但是花銷也是非常非常之大 但好處就是你有多條的財路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說無曲心畫科 在這裡也代表財肉白 所以本身還是屬於你不夠低調 導致你破財比較嚴重 沒有辦法把錢留下來 我們接下來來看你的極餓弓 露存天馬星是空弓 可是呢 對弓呢 有一個太陽化劑 把你的這個極餓弓射爆了 代表說你要注意有一些頭部的問題 喉嚨的問題 視力的問題 是因為太陽星跟巨門星 代表這幾個特色 而露存加天馬本身 有一點點腸胃的狀態 所以也要注意你身體上面 腸胃的狀態 而結構起來 其實說的也很有道理 因為太陽酥火 火不好 土不會好 所以腸胃不會好 巨門屬於吃東西 吃東西如果吃不好 腸胃也會不太好 所以只要注意一些腸胃的狀態 還有你的心臟視力的狀態 關陸宮本身有一個文昌星化劑 做得只為七殺三期加會 其實非常強勁的一個關陸宮 而且還有文昌文曲進來 其實是非常好的 可是因為地空地劫夾了你的關陸宮 那本身的話又有一個文昌化劑 這叫空節夾劑 所以意味著你可能會在讀書上面 比較煩惱和比較痛苦 或是說沒有讀書 可是如果是在文件上面 也要注意說 如果你在上班的話 要注意一些文件上的困擾 那你會覺得你是一個全新的狀態 因為你要當老大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來 所以我們講你在專業上 會有很大的進步 可是如果今天跟老闆溝通 或是跟主管溝通的話 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 而且工作會有一些變動 是屬於比較辛苦的 但整體來說三期加會 能量還是很強 所以還是蠻極力的 好 屬猴同學 所以在這個月的時候 可以說是吉凶參半 為甚麼 因為你是太陽聚門星做命 三方四陣裡面 其實被地空地劫是射到的 但是對宮又有陸存 所以你其實是在這個月的新天干裡面 聚門是有畫陸的 這是一個雙陸礁池的結構 可是很明顯這個陸又被空節所報 本身又被劃劑所報 所以它有一點點陸空馬倒的味道 或是陸逢衝破的味道 所以這裡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這個月屬猴同學會大刀闊斧 做出一些衝動性的決定 可是這些衝動性的決定 往往伴隨著很大的風險 跟潛在的危機 這個危機主要來自於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出外不順 第二個就是你可能有些名聲上的問題 導致你該賺的錢沒賺到 這個本質上來說 如果你做的是虛擬財 問題會小一點 就是線上的 在攝影棚裡面拍的 但如果你做的是實體產業 你就要很小心國外的一些問題 造成你生意上的虧損 你的夫妻貢裡面是天童 太陰跟天搖星 這個比較厲害的地方 來自於天搖本身又加了風格 所以綜合下來是你會有一些野桃花 但是這個野桃花本身怎麼樣 因為不太穩定 因為你三方式針裡面有地空地結星 進來衝了你的這一個夫妻宮 所以代表你自己心花花 而且天童太陰也都代表這是桃花的能量 可是實務上來說 你覺得這些人跟你都是品水相逢 因為非常的不穩定 你可能在曖昧曖昧 正要進到正式關係的時候就沒了 所以比較像是一個玩樂型的桃花 不太像是一個正式的婚姻愛情的桃花了 你的財布宮是空宮 又被地空地結給影響 所以你的空宮裡面 又有這種空心進來的時候 你本來就已經很沒有錢 地空地結進來就更沒有錢 所以意味著說你在這個月的時候 你的理財方式是有一些問題的 因為三方式針裡面雖然有一個巨門路 但那個路已經被太陽化劑給爆了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你的財運在這個月是非常之低落 非常不適合投機的一個財運 建議你盡量怎麼低調保守為上 不然你可能會賠到一個不可思議 你的結合宮呢 是這個連真化路破均化權 加情陽性在裡面 一般來說這有可能是身體上面的大改造 例如說你可能去做了醫美 或者是說你本身決定大減肥 然後會很大運動 讓你的整個身體變得不一樣 也有可能是你因為去海外或幹嘛 去曬太陽曬得太嚴重玩得太開心了 就膚色有很大的改變 這都是有可能的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肉身有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變化到底好不好呢 這裡來看的話 其實它本質上還是往好看的方向看 可是實際上來說 它會伴隨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跟心情上的不舒服 所以更多是自己要走出來 但是要注意是 這有一點點小血光的味道 很容易有割傷的味道 所以盡量避開一些尖銳物 對你這個月的健康運是比較好的 你的關陸宮有一個地空心 意味在這個月你做很多事情 是超乎你想像的難 你是去挑戰一個你很難做到的事 接著這個空宮地空心裡面 對面有天同太陽星借過來 把天遙也借過來 所以你工作上會有很多表現的機會 但是也很容易有任務上的轉換 就是你本來在做A事件 現在改做B事件 所以整體來說是蠻累 但有表現的機會 但大部分來說應該是不如預期的 有趣的是裡面還有天才跟解神 所以代表你會用一些超直覺 來解決你現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只是它真的是太過於勞累了 所以導致你這個月的工作運 可以說是辛苦非常要非常注意 你可能是過度高估了自己 建議你盡量客觀衡量你的能力 甚至保守一點做 你這個工作運會穩當跟順利一些 屬雞的同學也是倒楣非常久了 但這個月開始會感受到自己 真的開始運氣變好了 原因是因為屬雞的同學是天象星做命 在這個月 然後加三方四陣裡面有左伏右臂 一般來說天象星這顆星 是最喜歡左伏右臂的 因為宰相需要左右手 所以運氣能量變得很好 再來是它的遷移弓能量很強 遷移弓有連真化路加破均化全 加文曲新化科 意味著它的這個桃花能量 終於正式出來了 遠方的柴的能量也很不錯 可是因為三方四陣裡面 又有火星跟靈星 所以整體來說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講 天象星最喜歡聚門星畫路 而這個月剛好聚門星畫了路 所以天象星就形成了 才硬加硬的格局 大家形成這個格局是什麼意思 就大概說就是 它整合資源的能力變得非常之強 而底下的人會把很多 他本來做不好的事 都幫他解決做得更好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格局是有出來沒錯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這個聚門星 是跟太陽化劑在一起的 所以它還是帶有一些 國外造成的煩惱有關 所以也不能完全說極端的極力 但是整體還是很不錯的 附氏共能量是超猛烈 這個是猛烈到一種宇宙級的等級 因為無取星畫科加貪狼星的時候 本身貪狼如果帶有畫科能量的時候 代表桃花大限 所以你的人緣交際各種方面都變得很多 所以桃花的能量也就變得很強 所以可能容易遇到各式各樣的對象 又有天葵天月對座 屬於桃花類型的座櫃相櫃 這就意味著本身的話 在桃花面來看也是貴人無數 而遇到的對象品質也是非常之不錯 只是說不一定是適合步入婚姻 但整體來說還是很不錯的對象 你的財伯宮是天輔星陣座 我們剛剛講過你的天輔星 本身三方式陣裡面有左伏右臂 可是有火星零星 所以財是怎麼樣 有人幫你賺錢 但你一樣噴的飛快 而天輔星受到巨門星畫路的影響 雖然能帶一些財進來 但大體上還是屬於不太穩定的 原因是因為火星零星的火燒鈔票能量太強了 你的極二宮本身是空宮 三方式陣地空地劫 然後恭喜你 一般極二宮是空宮的時候 問題就比較少 地空地劫都進來的時候 更代表說有一些傳統的疾病不容易出現 可是要注意是你三方式陣 側邊被一個太陽化劑射到 還是要注意一些頭部跟喉嚨的問題 因為巨門星在那 但是你的極二宮裡面比較注意要看到的是 你的裡面有陰煞跟滑鈣 所以這意味著你在這個月 或是有通靈的能力 或是遇到卡到陰的狀態 又加地空地劫一來 更是容易得這種玄學疾病 所以一旦你身體開始淘寒寒 整個不舒服 記得去拜拜 就可以有效的解決了 關陸宮裡面是火星加陀螺加天葵 火陀兩個煞星坐在裡面的時候能量是超猛的 而且是空宮沒有祖星的情況下能量非常大 在這能量極大的情況下 三方四正是左輔右臂天葵天月進來的時候 他本身能量超級巨大 因為貴人無數 而剛好對公是五曲加灘狼星 灘狼星借進來之後形成了灘狼星的火灘結構 甚至加三方的灵灘是火灵灘結構 這個本質就是巨大的爆發 它是個横發結構的格局 能量極大 所以你工作會有天翻地覆的改變和巨大的突破 但要注意一件事 陀螺星本身如果跟貪狼星在一起的結構的時候 它會造成桃花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很注意在桃花上面遇到的人 不要跟工作上有一些法律相關的事件牽扯在一起 不然你很容易遇到桃花結喔 好 輸狗的同學因為充太歲的原因 我相信你今年的運氣是非常之辛苦 那當然我們來講這個在農曆的6月 你的狀況也不會完全的好轉 原因就是今年真的不是你們的一年啊 天積天良加上地結型 這個運就是說你會非常的奔波 然後你會很想要冒險做一些投機的事件 這個投機會不會成功呢 三方四站來看的確有巨門雙路加一個太陽化劑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你的路跟你的劑同度的時候 就在一起的時候會有被爆的可能 所以你會有一種你看得到這個錢 可是你不一定吃得到一個狀態喔 夫妻公一樣是太陽化劑對沖把你的化路能量給沖爆 而三方四站又有地空地結 一樣是一個看得到吃不到或是吃得到 但拿不穩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桃花上面往海外發展是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但如果往海外的線上交友發展 更容易遇到一些對象 但要注意有一些詐騙上面的問題 因為你今年運氣真的是比較低一些啊 你的財博公是天童 太陰 天遙星 三方四站 地空地結 然後又有兩個路 一樣呢 是虛擬之財 桃花之財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從事的行業跟藝術 桃花比較有關 而且又是線上的 那恭喜你這個月的財運是比較強旺的 但如果你從事的是實業 並不是這種桃花有關的或虛擬行業 你這個月呢 這個錢啊 就會流超級快 這個無止境的噴啊 所以這個月要保守為上 保守為上 其實屬狗的人今年運氣真的是比較辛苦 凡事還是要保守 你的吉二宮是天輔星正座 三方四站裡面有火靈 是非常容易胃發炎的一個狀態 而且對宮又有文昌星化劑射進來 意味著你應該是壓力太大導致胃發炎 而且狗本身就屬土 土今年被沖 土本身也代表腸胃 所以這個胃病的問題 真的是要多加照顧自己 關陸宮是陸存獨坐加天麻 本來是非常美好的陸馬礁池 對宮也有一個聚門畫陸 形成雙陸礁池的一個大格局 但問題就在於我們剛剛講 太陽星今年是畫季的 所以你這個雙陸礁池的大格局 你看似非常之吉利 其實過程兇險非常 但是因為你本身又有了柯陸夾 又雙陸礁池能量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就算什麼這個季爆了你的路 本身我覺得你還是很有收穫 只是你會極其之痛苦 所以工作是有一些發展的 但是痛苦度指數可能破200 就是了 祖竹爾同學 這個運勢比較懸一點 因為你這個月是紫維七砂 坐在你的命宮 可是你文昌星畫季被地空地結夾 形成空結夾境在命的時候 這個運一般來說 想要去追尋哲學 因為你已經不想要傳統的文學 那種科學的東西 地空地結夾進來之後 會把你的這個領導 紫維跟七砂 都是屬於領導跟執行能力的 它會被淡掉 那一旦淡化掉之後 你就會更是思考人生到底是什麼 一般這種格局 很容易是大方丈的格局 所以你會一直在思考人生 到底是什麼 好 但是很多問題要親手去解決 因為你的運三方式陣裡面還是不錯 有右臂 有天月 都是屬於女性貴人很多 又有文曲心畫科 本身又剛好踩在紅鑽心上 所以綜合下來就變成是 你的確有一些桃花 可是對你來說 那可能不是一個重點 你也不是非常在意這個桃花 好 我們來看你的福氣宮 福氣宮本身是天象星 三方式陣左腐右臂進來 那又有火靈進來 這個代表的都容易是瞬間遇到的感情 可是因為你裡面的心心是閒持心 所以它代表的是非正式的 或是玩樂的一個桃花 而對公是有連真心跟破均心的 所以它代表的是你有一個衝動的 但覺得好玩的一個桃花進來 你覺得跟他很聊的來 覺得跟他很相處的來 可是你知道你沒有要結婚 這不是你要結婚 也不是你要做的事 因為你現在不把重心放在這裡 那你的財博宮是三期加會的一個格局 坐櫃 像櫃 文昌 文曲都進來 這結構來看呢 理論上是財運不錯的 因為是很風光的 可是呢 你本身會有很奇怪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很想把錢花掉 因為你有秦陽陀螺 跟火星文昌化劑進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錢留在手上好像不是那麼帥 你想要用錢變帥 所以你花很多錢去展示你的身份跟地位 但這樣反而你的財運就容易流失 好不好 盡可能的存錢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的貪狼心呢 對到了火星的時候 理論上你是有爆發了財富的機會的 但就是呢 這個爆發不要變成是暴富 暴富則是負數的負 又把錢扣掉回去了 你的飢餓功是天同 太陰 天遙 這幾個星星都是屬於跟腎有關的 那天遙星也是更直接代表雙重的疾病 以及泌尿科的疾病 女生要注意子宮卵巢的狀態 男生則是泌尿道 跟這個攝護縣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因為三方市政是地空地劫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不會很大 可是會容易找不出原因 要比較注意這件事就是了 關陸宮呢 超級猛烈 三方市政是三期佳會 而且你是關陸宮是振作連征破軍 破軍還化權 這是一個大水大火對撞的一個格局 你可以像古代有人說 水火計計格 大概就是這樣 大火跟大水在一個奇妙的平衡上面 去做這件事 而三方市政裡面又有文昌文曲畫科 然後舞曲再畫科的時候 這種雙曲畫科的時候 一定是才能大展現的時候 所以綜合下來是 你在這個月的時候工作有巨大的進展 而且你的人生全部都壓在這工作上 所以你其實是因為這樣 你才無暇去思考愛情 而無暇去思考自己一些身體上的狀態 但是也因為這樣 你開始反思很多人生的事情 你發現會有點忙到懷疑人生 忙到懷疑自我 但是工作是有巨大的突破 但這個突破也有可能是中斷 就是例如說你被之前是有可能的 或是被停止的某項工作 但是你換到新的的時候 還是會非常之厲害 鼠勞索同學 這個月的格局非常的特別 日月照射的一個格局 可是三方市政是地空地節的格局 空節當有日月照射 且高度極化的時候 亦能成富貴之局 你會有一些奇怪的機會出現 讓你賺到想像不到的錢 你這個結構裡面的確有一個巨門路 所以你有可能在這個月 遇到一個奇怪和特別的說話機會 而這個說話為你帶來了很不錯的收入 但是你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這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怪的一個狀態 你的夫妻宮裡面 做的是天積天良加地節 有趣的是你三方市政裡面 有巨門雙話路跟天馬進來 所以也代表你可能在旅行 在遠方遇到一個很特別的對象 你覺得不應該跟他在一起 或者是說你覺得跟他在一起 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但是你們卻發生了一些感情的情愫 這是有機會的 因為你們非常聊得來 但是始終對象是屬於那種 你們覺得不應該往下走的對象 或者是你一看就覺得 這個人走不到最後 而這個人本身也不好控制 所以也很難長久主要是這樣 財布公裡面是正做了巨門化路 還有太陽化泉以及太陽化劑 三方市政是雙路交持的結構 可是三方被地空氣節所影響 所以你的財運可以說是有來有去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太陽化劑加空節做虛擬的 做國外的都是屬於比較容易有收穫的 所以如果你買的是美股恭喜你你可能會比較收穫 你買的是台股可能就不太行 為什麼因為台灣不是國外的 然後地空地節代表虛擬的 我們講美股交易一般是虛擬交易 台灣股票交易一般你會零貴交易 這比較實體 所以它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色會在這裡 你的結合工是三期加會的結合工格局 而無曲化科 貪狼心本身也代表肌肉 這代表說你的肉身有可能透過運動 你有可能一些運動的機會或運動的想法 讓你的肉身變得更加的結實變得更好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可是也要注意不要運動過量 因為你有文昌心化劑 它可能會造成你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讓你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或是說你的肌肉可能因此發炎 而導致肌肉上面的問題 而傷到了你的骨頭 所以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你的官入宮是空宮 三方四陣裡面是地空地劫 所以空到不能再空 又被一個劃劑給射中 所以很有可能高概率是你換工作了 或是你完全沒有工作 或是你的工作裡面沒有一件事情是你做到了 所有你工作都沒有做到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為你嘗試了一個很奇怪的機會 所以你原本的政財可能是完全沒有 你有的是一個偏財 而這個偏財真的賺到的機會 都是你從來沒有想過的機會 但正職工作或文念工作是完全不見的 所以工作運只能說 應該算是非常之差 但是因為偏財 所以你也覺得好像我有其他的收穫 蜀牛同學 你這個月是火陀振作 但是一個運很強的一個月 因為你的三方四陣的命功裡面 四個吉星 左腐右臂天窺天月全中 對公又有火星跟五曲化科借過來 而又有貪狼借過來 因為你是火星振作 那五曲化科本身就很亮 火星也很亮 貪狼一進來就爆發了 所以你整個能量是爆發之後的 它不會瞬間消失 因為你有陀螺星在 它會一直賺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的能量超強 所以只能說你這個月會交大運 但是你痛苦指數很高 因為火星去烤陀螺 它陀螺和五曲都是屬於金的 這個烤法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是運很猛很猛 你的夫妻共振作紅卵 本來應該是桃花運很強 遇到正元的一個時間 可是因為這個月被空節夾溫昌劑 所以反而不可能結婚 或者是說這個婚姻結得很怪 很不順利 那如果沒打算結婚 純粹討論桃花的話 三方四陣裡面能量非常之強 又有右臂又有天月 能量也非常猛 所以整體來說桃花是很不錯的 會容易有機會遇到心動的對象 可是它很難進入婚姻 或是狀態很奇怪 你的財富公是天象星 三方四陣沒有左腑右臂 一般來說有貴人 巨門花路進來 形成雙路交池結構 也很有才 可是就因為你做了一個零星 本身有破財的狀態 但三方四陣裡面 你又有火星跟貪狼的結構進來 所以你的財其實有一種爆發的機會 但是太陽化劑會讓你這些財 本身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要分給其他人 或是說你會有很多名聲上的問題 所以我才說你這個月的孕 會很像你認為你交大孕 但痛苦指數破表的一個狀態 極二宮本身是太陽化拳 巨門化路 但太陽化劑的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在結合天馬 我很擔心你吃壞東西 而且是出國吃壞東西 因為你輕易供能量很強 所以很有可能你這個月 會很容易突然出外 可是突然出外的時候 伴隨著吃東西可能會吃壞肚子 所以要非常注意吃壞肚子的問題 關陸宮是屬於天府星 所以一切是比較穩定的 可是因為三方市政有火靈 本身對宮又有文昌化劑衝進來 意味著你自己做得很穩定 可是外力強加的很多事情 是你必須要去面對 必須要解決的 但還好你貴人很多 因為你這個關陸宮也很猛烈 卓服右臂天虎天虐進來 所以你貴人非常多 又有機會又有運勢 所以你的工作運 還算是非常好的一個前進 但是其實你很痛苦 也大家都看不出來 但是因為你暗和了太陽性花季 所以你其實內心有非常多的痛苦跟焦慮 但都是外在力量來 所以你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都是外在的力量 那你基本上只要穩定你自己的心穩穩的做 就會是蠻好的一個狀態 屬老虎的同學 這個月是奔波非常 因為是鹿醇加天馬心的時候 鹿馬膠齒的結構 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秦陽陀螺壓著你的鹿醇的時候 加著天馬 你是被壓著前進 而對宮又有劃劑 你看你必須前進 可是外面有劃劑 你痛苦度更高 而且它本身有個鹿逢衝破的結構 你看起來好像為前而不斷的努力做 但其實最後你會覺得 到底自己在做什麼 這好像全部都像是白做一樣 而你暗合了一個文昌記 形成了雙記抱你的鹿 你的鹿可能是乾到不能再乾了 所以這個錢呢 200%是看得見 但是完全吃不到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做得很好 也做得很用力 但是錢跟你都沒有關係 你的夫妻公是地空 三方式陣有預約地結 所以是空結結構 可是對宮有天遙借進來 所以有一些風流桃花 但是只憑於想像沒有落地 三方式陣裡面也只有一個劃劑 所以你的感情只能說 這個月沒有什麼機會 沒有什麼機會 你的柴伯宮一樣是有地結心在 然後三方式陣裡面有巨門兩個路 但我們剛剛說過 你這個路本身是一個假的路 因為這些錢進來馬上要出去 而且這些錢都被爆了 所以根本拿不到這些錢 極二宮是天象星 三方式陣能量超猛 又加火力 這個要很注意 關節不舒服 你可能是被傳染病了 或是關節不舒服 過度勞累被人影響 你會覺得身不由己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各種關節的問題 以及心臟和頭痛的問題 比較要注意啦 關陸宮是天同太陰天遙 代表你有很多表現自己的機會 可是三方式陣有地空地結 意味著你會有很明顯的任務轉換 這個任務轉換 讓你是覺得非常的痛苦 原因是因為你想要往前衝 不斷的衝 可是整個環境跟狀態都不站在你這邊 你很難真的改變些什麼 所以這個月建議你還是躺平為上 是比較好的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屬兔的同學 恭喜你 終於要運氣變好啦 屬兔的同學這個月運氣大爆好 好 我們來講一下怎麼大爆好 因為屬兔的同學 這個月是坐在連真破君心加青陽心上 聽起來很可怕 在文曲心畫科上面 他單單自己命功就刻入全全中 所以這是單自己就三期加會的格局 接著三方四陣裡面的對公天象 吸了全路 三方又有一個畫科 所以是一樣兩套三期加會 在你的三方四陣裡面 不過當然也有兩個技 不過瞎不眼瑜 畢竟兩套三期加會太過於猛烈 這個月你會感覺自己的人生 天翻地覆的不一樣 你會感覺充滿了動能跟力量 要不斷的往前爆衝 而且你怎麼做 怎麼對 大家就覺得你又出名又順利 做得超級好 雖然說你還是覺得說 這個開銷很大或是很累 但沒關係 因為你的強運實在讓大家太過於羨慕了 夫妻公是火星陀螺 三方四陣即星權重 代表全世界都在介紹你桃花 都想要你認識各式各樣不一樣的人 可是因為遷移功能量比較猛 所以你的桃花都在遠方 所以你會在遠方遇到各式各樣的桃花 都是很出名的 很閃亮的 甚至是長得很吸睛的對象 所以桃花能量超級猛烈 也是恭喜你再恭喜你了 柴伯宮比較爛 柴伯宮是空結甲季 空結甲柴伯一般才已經溜溜溜溜 沒想到家的溫潮計才溜溜溜溜溜溜溜 已經乾到不能再乾 但是三方四陣裡面怎麼樣 有兩個路 暗河了一個路 所以各方面來說都很厲害 所以你感覺有金財 只是開銷超級巨大 巨大到你會覺得開銷怎麼樣 就像開了水龍頭一樣 搓的把鈔票撒掉 但放心運氣很好 所以你內心還是很爽的 你的結合公式天積天涼 恭喜你加低結以後 你很多以前不舒服的毛病 大部分怎麼樣都被治療好啦 恭喜你啊 可是因為太過忙碌和勞累 有太陽性化劑跟聚焚性化劑 所以還是要注意喉嚨痛 跟頭痛的一些問題哦 關錄公式日月夾 你的五曲化科 出名再出名 所以整體工作運也是強望到爆炸 唯一的部分比較不好 就是財運錢花得很大 但工作呢非常風光 發展得非常之順利 雖然說中間會覺得有點累 有點痛苦 因為你衝動做錯了一些 花錢的決定太過於衝動 所以雖然命運大改變 但是不要衝動 不但我們老實講 總是要留點運氣給大家 運氣這麼好對不對 有一些分攤出去也是OK的啦 屬龍的同學 你這個相對於我們剛剛的屬兔的同學 完全是不能比啊 你真的是空公三方地空地節 你完全覺得天哪 我到底在幹嘛呢 而且這個月就是除了你自己不知道 幹嘛之後 整個世界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變 世界也不知道在幹嘛 簡而言之就是這個月 你就莫名其妙地度過了一個月 你感覺你 我是誰 我在哪 發生什麼事 結果你發現外面的人 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全世界都不知道在幹嘛 你就是一團空白 夫妻公呢 這個是雙路交池啊 所以桃花能量很猛烈啊 尤其跟遠方什麼移動都會有關啊 可是因為太陽化季 所以整體來說 你的感情運也很不順利 遇到對象要嘛是日夜顛倒 要嘛就是彼此相處不來 要嘛就是好像對象也不是那麼合適 好像多了在那裡 所以你會桃花很旺 但你又覺得這些好像多了 這根本不需要啊 怎麼會存在這呢 然後你又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就莫名其妙地 這個月就過去了 財富公是這個地空心振作 三方市振裡面 你會覺得有一些投機的財 虛擬的財 可是這個財呢 好像也沒有到你手上 莫名其妙也就沒了 所以這個錢財呢 也是要注意會有大破財的問題 莫名其妙就花錢就沒有錢了 你的極二宮呢 有一個文昌化劑是空結夾劑 一般來說這樣子的病 都是精神上面的一種狀態 壓力很大 結果影響到了腸胃 因為紫微七殺代表頭痛 跟腸胃的問題 所以如果頭痛跟腸胃的問題 記得不要壓力太大 放輕鬆會比較好一些哦 你的棺鹿宮呢 巨門化露加太陽化全 有全力的味道 可是有地空地結 所以有些任務就不用做了 被迫改變了 而你換到了更好的位置 因為一般棺鹿宮被空結之後 加畫技應該是前面很不爽啦 但在下半月 也就是農曆六月十五之後 你發現工作原來巨大的改變 而這些改變呢 都是跟遠方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都有很不錯的表現哦 所以恭喜你莫名其妙就過了一個月 而忽然上半月省多事情不順 下半月忽然又可以動了 所以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一個月哦 主持人同學 在今年的運氣是非常強的 而在這個月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運氣變強的一個狀態哦 首先呢 因為你正坐在天府心上 三方四正加左輔右臂都進來 本身呢 這個三方裡面的火星也有這個貪狼的能量 而天葵天月也因為借攻而進來 你等於四個集星都進來的時候 這個天府心的能量是非常之強的 所以這個月你會開始感受到 哇你做什麼都會有貴人幫忙 所以運氣非常的不錯 只是遷移攻沒有那麼好 所以盡量不要出外 因為你一旦遷移 你就會遇到空結夾記的狀態 你會有很多的不如意 很多的不順遂 你的夫妻攻裡面是 連真破均 文曲 秦陽 會遇到想都沒想過的對象 但是你們非常談得來 可是彼此相處上呢 是比較衝動的 如果你已經在感情中的話 可能會是跟另外一半 有一段需要分開的時間 或者是在感情上 有一些比較大的衝突 整體來說 你的投放能量還是蠻強的 夫妻攻的遷移攻 裡面有一個著斧心 如果你們感情上 現在有一點點矛盾 要注意是感情裡面 容易多一個男生 那如果是在婚姻裡面的人 則是你的婚姻也會產生一些 不知道該不會繼續往下的 一個狀態 但是你自己的心呢 是會覺得遇到一個蠻好的愛情 這種感覺 但只是說客觀條件來看 不一定是那麼的好 財博功能量非常好 因為你是火星 三方四陣有著斧右臂 然後又有天回天月 所以代表很多貴人來幫你想要幫你賺錢 但是問題是你整體結構裡面 並沒有一個路 並沒有一個賺錢的結構 所以它蠻奇妙的 就是所有人都想幫你賺錢 可是你自己反而沒有 好像賺到錢的感覺 你還是會執著於這個上面 大家會覺得你有一筆收入 但你自己並不覺得有那個錢就是了 你的極樂功是地空心 地空心一般來說代表怪病 所以代表找不出原因的不舒服 本身天輔心代表通常是跟腸胃有關 所以很可能是腸胃的不舒服 但地空心就是沒有太大的病 所以不用太擔心 觀錄功如果符合所謂的好運來看 你能量是真的比較強 因為你這個天象星裡面 有桌伏右臂天輔天輔的 極心全進來加上了文曲化科 所以你工作上面 你會去整合很多的資源 而且整合得非常非常之好 得到了非常多的幫助 而你自己的能力也非常非常強 做什麼都會被大家看見 如果這個工作本身是有 專業技術背景的 你會在專業上面 獲得巨大的一個肯定 所以工作人員能量 是真的非常不錯的 恭喜你了 終於開始感覺到 這個好運展露頭角咯 蘇馬爾同學呢 這個命功正坐在天童 太陰跟天窑上 所以這個月呢 是容易有野桃花的一個月 但問題就在於呢 你的三方市政裡面 被地空地結空掉了 而你的夫妻公呢 也被地空地結空掉了 所以事實上 你說真的有野桃花嗎 也沒有 就是你自己心花花 可是因為外在各種奇怪的原因 你也沒有空 也沒有這個想法 好的 你夫妻公呢 是空公加地空地結 空公其實不代表沒有 代表通常是無限的可能 所以你可能這個月會覺得 哇哇什麼樣的對象 我覺得都可以 可是呢地空地結一來 他就是把這些事情 更空的更徹底 所以你可能會有二次元 或是想像中的女生 恐怖一點可能會遇到 女的好兄弟 要比較焦慮和擔心一點 建議是這個月 不要亂去晚上的地方啦 因為你這個月整體來看 你的運勢並沒有你想要那麼強旺 然後呢你本身的福報在這個月呢 也受到比較大的折損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月並不是你的一個月 建議早早回家 會是比較好的狀態 那財博公呢本身有雙路交池 但我們講過在這個流月的命盤裡面 你的路基本是一個被爆掉的結構 所以你看是有拿到這些錢 那些錢其實跟你沒關 最後都得發出去 所以本質上還不能說是賺錢 更多算是破財的一個表現 疾餓公呢會有火星跟陀螺 這是慢性發炎的表現 而裡面的話要小心 你出去玩的時候撞到 或是說被東西給打到 會導致你歐車 所以會有這個慢性發炎的一個狀況 舞曲跟火灘的結構一進來 又有可能是因為肺跟骨頭之間的問題 也可能是肺發炎 所以要非常的注意啊 關陸公是天積天涼 然後本身是地劫 三方式這裡面有兩個路 可是這兩個路 基本我們來看並不是一個好的路 但也代表你工作 還是有一些發展和表現的機會 可是你會覺得這個月呢 你工作起來很力不從心 尤其是你在這個副業 如果你有兩份工作 副業可能幹的比主業好 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都覺得 你好像只是出出意見 可是你自己知道 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導致你在專業領域裡面 得到了很大的肯定 可是如果在一般工作上 反而大家覺得 你好像怎麼都沒做事啊 怎麼都出一張嘴啊 主要是這樣喔 以上就是我們農曆六月的 十二成效運勢啊 希望大家在農曆六月 都能夠運勢大開 已經不算很久的 終於有機會翻身了 那開始覺得運勢沒那麼強旺的 也沒關係 透過行善積德 透過認真的祈福 得到神明的保佑 都還是能讓運氣好轉的喔 謝謝大家 我是你們細祖人簡少年 我們下次見 拜拜